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們用西紅柿和雞蛋來做好吃的 首先準備兩個西紅柿 花十字花刀 裝入大碗中 加入開水燙兩分鐘 等一下好去皮 再準備400克普通麵粉 加4克酵母粉 先把它們攪攪勻 然後放一盤備用 再把燙好的西紅柿取出來 去皮 然後切成厚片 切好之後裝入盤中 再打入兩顆雞蛋 再根據自己的口味加入適量的白糖 然後倒入料理機裡 選擇果蔬腱 打成西紅柿汁 然後用西紅柿汁和麵 一邊倒一邊攪拌 攪拌至沒有乾麵粉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它揉成麵糰 揉成一個軟硬適中的麵糰 像這樣就可以 然後蓋上 放到冰箱裡冷藏發酵一個晚上 也可以直接發酵至兩倍大 這是我發了一個晚上的麵糰 用手指搓洞 不塌陷 不回縮 裡面是蜂窩狀 像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取出來 再揉一揉拍拍器 再揉5分鐘左右 把它搓成餐條 再平均分割成10-12個小麵糰 再取一個麵糰出來揉一揉 然後整理成圓形 像這樣就可以了 表面上再刷點清水 然後沾上黑白芝麻 另一面也用同樣的方法 沾上黑白芝麻 再用手輕輕拍扁 然後用擀麵糰再擀一下 讓芝麻粘得更牢固些 這樣我們的餅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之後 再蓋上二次發酵20分鐘 像這樣就發酵好了 變得胖乎乎的 拿起來輕飄飄的 電餅秤或者是平底鍋 開小火預熱 不用刷油 然後蓋上 打開餡餅模式 燜4分鐘 4分鐘之後 再給它翻個秒 然後再蓋上再燜4分鐘 這個時候的餅基本上已經熟了 然後重複翻面 繞至兩面金黃 白芝麻微微變黃 並且能聞到濃濃的芝麻香味 然後用鏟子按壓 立刻回糖 不塌陷 就已經熟了 香噴噴的西紅絲雞蛋餅就做好了 表皮膠香 內心非常的柔軟 像麵包一樣 剛出鍋的時候 表皮有一點酥脆 裡面非常的柔軟 放涼了之後 表皮也會變軟 掰開來看一下 裡面像麵包一樣鬆軟 還有一點溫熱的時候 放入保鮮袋裡 涼了也不會硬 不用加油不加水 也是非常的營養健康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